新闻,外来施齐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说假设本港死亡率持续下降 估计去年出生的BB仔 平均寿命会接近100岁 社联络请当局及做规划 安劳培兔茨师 何家旬报道 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数据 预计去年刚出生的男婴 平均有82.9岁 但罗志光在网字提到 2010至2020年 不同年龄的死亡率都持续下降 相信82.9岁的这个数字肯定被低估 他假设死亡率下降趋势持续 估计去年出生的男婴 平均有近100岁 相信他们到70岁退休的机会是很低 他又推算去年65岁的男士 平均寿命会超过90岁 女士就会较男士多5年 预计到2055年 获8岁长者人口会增加到大约4万人 便宜市民买终身公共年金 保障长售带来的额外财政风险 社联行政总裁蔡海卫认为 面对人口怒化 政府要与时并进及做规划 如果将来真的会去到九十几岁 甚至八岁的话 那究竟我们所有的配套设施是否足够呢 这个我估计不仅是社区利服务 其他各方面无论是住屋 无论是交通 创乐文化活动其实都是要相应地去配合的 远社服务或者是社区照顾服务 那个需求会增加 用的时间都会长了 以至于我们会出现那个公不应求的情况 他建议当局准备多些落龄科技的配套 给长者尽量居家安劳 有线电视记者何家俊报道